Hello 各位觀眾 今次是我第一次拍攝錄影 因為這個醫生的要求 我剛剛在十幾個小時前 做了這個 視網膜脫落的手術 由於打了氣體進去 氣體向上升的關係 醫生就要求我 全天都趴在那裡 睡覺的時候都趴在那裡 跟大家交代少少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 在過幾星期前 我還在台灣的時候 突然間發覺眼前 其實跑完步 突然間發覺眼前有些黑蚊 跟平時的蚊是不一樣的 我都有非蚊症的 大部份都有非蚊症 那些蚊是很實色的 好像小黑蚊那樣 我馬上去家附近的眼科醫生看 那個私家的診所來的 當時那個 我是Google的 找了個五星星的 網評很好的一間私家診所 當時那個醫生就說 沒問題 他幫我檢察完之後 他很閒 非蚊症 個個都有 特別是這樣的年紀 叫我回家休息一下 給點眼藥水 於是我就回家了 然後呢 上個星期三 我就照原定計劃出發去日本 到日本之後我就發覺 眼睛真是很不舒服 是因為前面好像窗簾一樣 就是這隻眼睛有少少 蒙茶茶的 好像沙窗一樣遮了少少 上面有上之下 那 我還在想 我檢察過他又沒事 不是視網摩脫落 我都怕是視網摩脫落 因為 我家裏有病史的 我舅父都是視網摩脫落 所以其實我也害怕的 不過我檢察過都說沒事 那我去日本回來之後 都是沒有改善 就是眼睛看東西 開始蒙茶茶 那我就 一回來那時才是六 就沒得看醫生 所有眼科醫生 和眼科診所 是星期六是不開的 六天都不開 那我就唯有等到星期一 就去旺角的一間眼科診所看 那他一檢察就說是視網摩脫落 然後 嚇到我 馬上 然後 他當時就跟我說 在他這個診所做 就是十萬元 就勸我馬上做 那我要找Saken opinion 我就跟他說 不如你給我一個reference letter 我去政府議員再看一次 星期二我就馬上去眼科醫院 在九龍城那間 原來都很長期的 因為他是一個專科醫院 每一樣檢查 檢查得很仔細 見了很多醫生 最後確定都是 事網摩脫落 屬於急症 不過屬於急症 都需要排的 不過他檢查的時候 檢查到右邊眼 他說右邊眼 穿了一個很小的洞 他即時用極光棒的補助 這個是得罪來的 那要排多久呢 他說 要不要一個星期 你回家等電話 這個就變成我很大的 焦慮了 我究竟去 用十萬元 馬上去私家醫院做好 還是去等政府醫院的電話 那我就問我其他的親戚朋友 那我另外一個 港大的師姐 即是 是我的Menta來的 他就 介紹了中環一間很好的 一個五十多歲的 都幾出名的醫生 簡科醫生來的 那他就說 你馬上去他那裡檢查 那我應該可以立即做的 因為是私人陳索的關係 還是眼科陳索 而是幾出名的 在中環 你馬上去到中環 新世界中心 那應該都是一些 很厲害的眼科醫生 那我就 那加之大師姐 又跟那個醫生都熟的 跟他家人都認識的 他立即可以幫我排隊 如果不然呢 要預約到很厚的 那我就 然後星期三 下午就立即看 這個 新世界中心的眼科醫生 其實這個林醫生之前 我家人 都是去他那裡看的 因為 我媽媽的白淚像 和我舅父的白淚像 都是我給錢去那裡做的 因為 當然白淚像 不是那麼貴 白淚像 在香港政府醫院排的話 排練半至兩年 那我媽媽就很不開心的 她就想立即做 因為自己一模擦擦 那我就給錢 我記得幾萬元 就立即做了 那當然我知道 旺角醫生收費都十萬元 那時候 中環醫生會更加貴 因為 大家都知道 旺角的物價都便宜過中環 對不對 那家政這個是一個 就是 他自己 career life 裡面 最好的時候 就是五十歲左右 又有幾十年的 這個經驗 他都是眼科醫院出去的 就是政府眼科醫院 浸了十幾年 才出去自己開業的 然後 我就 立即去看醫生 三點半看醫生 他就跟我說 是呀 都快來到黃班了 因為 我之前都做了很多research 黃金期 就是一個星期 看到黑蚊就不是脫落 是有洞 大家搞清楚 如果你是高度近視 我以前是有七八度近視 六八度以上 就是高度近視 那些人很小心 我小時候做了蠟食 我已經不用睬眼鏡 不過 我的眼球依然 拉長了 因為我是七八度 八八度近視 所以是高危的 還有家裏 我舅父都是眼科目脫落的 所以我屬於高危的 可能沒有任何的原因都會突發的 就是可能 就是 走一下路 我是早上跑完之後 已經發覺不是很妥 未必一定要撞擊 有些人說一定要撞擊 才會失望摸斷 我都不一定的 即是五十多歲都是高峰期 六十歲以前都是高峰期 然後 不好意思 然後 因為我 時間已經拖了一段時間 我相信 我是 視望沒有脫落應該是日本的時候 距離我昨天做手術 已經是六天了 所以其實要馬上做 因為黃金期就是一個星期 非蚊症的時候可以用激光寶 因為那個是穿孔的 沒脫落 穿了孔之後才慢慢會摸 好像長子一樣 慢慢會摸了下來 然後 其實黃金的醫療機會 當然就是穿了孔馬上就補 而我錯過了這個機會 因為那個醫生檢察說我沒事 那 這個是他出了很大的錯誤了 這個醫生 都告訴大家 就是 如果將來你們有這些情形 發現了很多黑蚊 那你真的要很小心 即使第一個醫生說你沒事 你也可以檢查第二個醫生 我就是大意了 第一個醫生說沒事 我真的相信他沒事 結果他檢查也不算詳細 Anyway 我都不怪責他 我也都不打算追究他 因為我相信他都盡了力 不過他是馬虎了 然後 那個 那個 林醫生 即是中環那個 就說馬上可以做 因為 已經做到黃班了 黃班就是 視莫莫的中間 就是負責視力的中書神經 我都知道黃班出事很大 你都要心悶 那當然我不想 那 我就問他 多少錢 那 告訴你 那時候你不要嚇到 政府 我看了一天的政府 就是135元 他exactly 是政府的1000倍 是135千元 真的 很貴 這條數 我都考慮了 兩分鐘 因為 我都覺得要馬上做 因為 我等的話 幸好 你們 這兩天就會收到電話 不幸運 他是一個星期 加上 我之前delay了 的一個星期 即是兩個星期 即會錯失了那個 黃金的 救護期 辛苦些 那些錢 之後再省些 或者去外面找回 因為 你對眼 只有一對眼 你變成了 毒眼龍 多慘 沒有了視力 人生很灰 我想了兩分鐘 OK 咬咬牙關 因為我自己沒有買到醫療補 這個都是一個教訓 來的 我是有買 Live燃索 我是想給家人有好的照顧 我買了兩份 我小時候 二十多歲的時候 都買Live燃索 Live燃索 不是保障自己 是保障家人 即是 當時我在家裡的經濟支柱 我現在都是 即是 我果身或者 失去了工作能力 那麼 我家人可以繼續 拿到燃索公司的錢 所以我 經常都是考慮 家人多於考慮我自己 所以我買的兩份都是Live燃索 沒有買Medical燃索 以前我在Sony做的時候 公司有Medical燃索 那我就 大安置業用公司的Medical燃索 我自己沒有買到Medical燃索 還有現在所有的自願醫保 不過現在我真的要考慮 今次這個禁金 突然間 無枉之災來的 拋完布 回來 突然間就會見到很多黑蚊 然後醫生會告訴你 你視網網脫落 然後你還要給13萬5千元 去補回視網網 那時候 哎呀 為何不早點買燃索呢 就是Medical燃索 我在說 Anyway 我都考慮了兩分鐘 好了好了 是不是立刻可以做 對 立刻可以做 因為這麼貴 因為 他OT都願意做 因為其實做完都成7點多了 我相信醫生是在OT 不過 一分其一分貨 因為 這個醫生本身是一個很出名的醫生 和他一起拍檔的 他有一個專門做眼底的 因為我們的眼角膜是眼底 是眼後面的 不是眼前面的 眼底那個是另外一個霍醫生做的 兩個都是中環的 很知名的眼科醫生 當然收費一定不會便宜 政府醫院你是不能指定醫生 和你都不知道 就是 排到你是誰 是的 和又不知道幾時候可以做 是的 太多uncertainty 雖然是很便宜 不過我覺得博不過 有點像lucky jaw 我真的不知道 排到誰幫我做 和幾時候可以做 咬咬牙關 OK 立刻做 那我3點半進去檢查 5點半就立刻做 那那個診所在後面 就有一個surgery room 立刻就換衣服 然後就開始做 他就打了一支麻醉 它是局部麻醉 不是全身麻醉 打了一支麻醉在眼裡 然後就開始看不到東西了 這隻眼完全濕明了 然後他就開始做surgery 那我是有意識的 我聽到他講話 他跟另外一個霍醫生 林醫生和霍醫生 是用英文溝通 正在研究 正在示茫茫的情況 那些 然後他又問姑娘拿東西 拿剪刀 我都聽到剪刀的聲音 還有剪線的聲音 我都聽到的 不過就沒有感覺 因為他打了麻醉 後來要補多一支麻醉 因為總共做了一個小時45分鐘 即是將近兩個小時 所以後來中間他有補一支麻醉 他都跟我說的 然後他頭15分鐘 還拿走 就幫我八雷醬撤除了 因為他都說明 他會順路撤除八雷醬 因為我這個年紀都要八雷醬 然後就叫做贊助 然後到了眼睛 眼睛摩的時候 有兩種做法 一種就是打氣體進去 讓那個 那個 那個 笑摩摩撐起 好像吹了一些波波 讓它重新貼在眼球那裏 另外一種是打龜油進去 打龜油進去都是一樣的方式 就是撐起那個 那個氣球 就是讓它黏起來 打龜油就要做第二次手術 就是要拿一些龜油出來的 氣體就不用的 因為氣體 它會自己慢慢吸收 那他就說 其實當然我想用氣體 我不用做兩次了 那麼 那個醫生就說 你可以用氣體的方式 還有他會幫我加多個筆扣 我聽到他問那個姑娘 拿筆扣的 即是一個 silicon的筆扣 即是龜膠的 扣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說 一個筆扣 他就托著眼球 托著眼球 托著視網摩燈 它沒有再跌下來 於是 就 我在全程 就不可以動的 最壞 我現在還有些咳 有些雙風咳 我一咳 我就跟醫生說 不好意思 我想咳 因為他有工具在裡面 很危險的 我咳的時候 身體會震動 我完全保持身體不震動 即是不要動 而是有意識地 身體完全保持一個靜態 要保持一個中途45分鐘 中途我真的忍不到 中途我有兩次都可以咳 不過我第一次沒有預見 第一次我真的想忍 忍不到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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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馬上跟我說 不行 你咳之前告訴我 我有這麼多工具 會傷害到你的眼睛 OK 第二次咳 我要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想咳 他就等我咳 咳完之後 他才繼續做 他在中途停了一下 都很漫長 過了一個小時 五分鐘 雖然他要播音 我要聽到他說話 好熟的成功機會幾多 八到九成 跟全世界的標準是一樣的 他說你看看 全世界的標誌 都是八到九成 做事摩摩 因為那個脫落之後 有機會補不回 因為很薄的事摩摩 是十幾萬 加之 他們兩個都是五十多歲 我想是完美的年齡 又足夠的經驗 又未至於太老 手都會震 是很完美的年齡 所以我想是值得比 如果這樣想回頭 他不是保證的 他基本上可以令我很放心 因為是兩個很好的醫生 到了七點十五分 完成了 接著七點半 就可以離開診所回家 走的時候 當然買單 我買了 錄了一張卡 應該是最近 這十年八年 買得最貴的一件事 送了禮物給我自己 即是左眼 就是十三萬五千元 錄了一張卡 當買一張名錶 可能輛車也能買到 唉 沒有得小心 因為我是 Try my very best 為什麼要戴這個手褲 這個手褲就是 我眼中有氣體 我剛才說了 他打了氣體進去 把氣體捲起來 讓它貼起來 在這段時間 就不可以坐飛機 因為氣壓一改變 那些氣體會爆裂 會永遠轉害眼睛 所以這個是 給航空公司的人 看到我不可以坐飛機 然後走的時候 他就給了這個東西給我 這個東西做什麼呢 就是給你趴著 睡覺的時候趴著 因為氣體是向上的 所以平時都要這樣趴著 等它沖氣 就升上去 捕起那個視網膜 慢慢慢慢 讓它慢慢生回去 那隻眼 它不是黏的方法 只是讓它慢慢生回去 所以這個過程要兩個星期 兩三個星期都要這樣趴著 那我就很痛苦了 我昨晚回來 吃完晚餐 手機可以用的 躺在那裡 向下這樣用 就沒有問題 然後我11點鐘睡 到今早9點多 其實很難睡得著 因為我平時是向上睡 養我的 頂上都是側我 我沒有試過趴著我 趴著第一呼吸困難 因為你會窒息的 第二 手又不知怎麼擺 肩膀會阻礙自己的手 肌膀又不知怎麼擺 啊 躺來躺去 躺來躺去 整晚都睡不到覺 真是辛苦過什麼 其實這個東西 你說有沒有幫助呢 其實都不是太大的幫助 第一 它的洞又不是很大 然後它會阻礙眼罩 然後這樣 這樣就是 浪著而已 浪著一會兒 我都嘗試用不同的方式 昨晚真的很辛苦 我用兩個枕頭 一左一右這樣 前面一個枕頭頂住 這樣 令自己可以墊高一點 然後鼻子有個洞 可以吐氣 不過這樣是很不舒服 你不舒服的時候 睡不到覺 因為你很舒服的環境 很放鬆才睡到覺 這樣是很激 而且肩膀又辛苦 睡一會肩膀又酸痛 又要起床了 那加上我還有點咳 又要起床去咳 總之是辛苦過什麼 Anyway 拍這條片都當作科普 如果你自己或家人 有高度近視 中國人的高度近視 的定義是600度以上 就叫做高度近視 如果家裏是有 笑什麼什麼脫落的前科 就是有這個病史 你要小心 是高危的一族 發病的 因為我最近看太多影片 我最近不停上網看 這方面的知識 令到自己了解多一點 這個病 發病的高峰期 其實是40歲到60歲 然後當然 撞擊頭腦是自命傷 我已經沒有撞擊 我只是跑步 跑步也是一樣的 因為你這樣倒閉的時候 都可能這樣 倒閉到那個視網網 就掉下來 嘩 現在跑步都不行 我現在走路 整個老人家這樣慢慢慢慢慢慢走 就是不可以很快地 這樣倒閉一下倒閉一下 這樣不行 即是跑步都不行 現在 那 我也多謝各位網友 因為我在Facebook 貼了出來之後 我一直都以為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政府醫院 就是135元 要不就給我1000倍 135千元 就找一個好的醫生 即是中環的名醫幫你做 原來中間還有第三個方法 即是Facebook大神教醒我 有一個網友說 其實你可以去私家醫院 不是私家診所 即是法國醫院做的話 兩三萬元都可以做 Anyway 就是當很多事情 因為這個已經發生了 我才知道 那不要緊 我覺得 都值得給自己的眼睛 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 即是不會遇到 好像我這些 視網無法脫落 如果真的發生了的話 就 你看到有小黑蚊 就立即去看醫生 一個醫生 都未必能驗到的 你都可以驗多一個醫生 是的 那我就是 失察就是驗了一個醫生 那個醫生驗不到 結果就放生了我 結果就出事了 如果她是當時看到 是剛剛穿孔的時候 看到的 用激光立即補到的 十幾分鐘就補到的 在診所都做到的 很細的一個激光的手術 不用開刀的 打激光下去已經黏在孔了 那是因為她檢查沒事 然後我再乘飛機 那時候就脫了 因為氣壓是很容易 令烈士漠漠脫落的 因為那時候已經穿了孔了 有小黑蚊的時候 拍了這段片 就當作科普 希望大家珍惜自己的眼睛 然後真是很不幸地發生了 原來除了剛才說的兩個方法 政府醫院 政府醫院有些心理準備排隊 我已經去了最好的眼科醫院 九龍城那間 她都跟我說屬於急症 不過都要排一個星期 真是令我很辛苦 你可否立即幫我做 因為我已經拖了很多天 不行 都要排隊 公平公正的原則 要排隊我就很害怕 因為我怕會再惡化 我就選了一個最貴的方式 當然原來現在網友告訴我 還有第三個方式 就是去法國醫院 這些私家醫院做 兩三萬元都可以做 這是第三個方式 到現在我才知道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有什麼分享 記得留言 和分享給你需要知道 這些醫學知識的朋友 拜拜